欢迎收听全新一集的余生Podcast 我不确定是在从哪里认识我 但是相信大多数应该是从YouTube频道 近期YouTube频道也终于突破了1万人订阅 算是正式摆脱了奈米频道吧 截至目前为止YouTube频道主要是做三罗志十一 或是其他游戏相关的内容 那稍微会有带一点历史 偶尔会做一些有关历史的影片 不过在这边我不打算聊太多历史 也不打算聊太多游戏 也许过程中偶尔会提到 但是它不会是我的主咒 主要我是打算来讲一些社会观察 或是一些社会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或是我觉得哪些事情很奇怪 但却没有人发现 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 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 这些事情我会透过我的视角 我的社会观察来点出来 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社会到底发生哪些奇怪的事情 接下来我会开一个全新的Instagram 然后还有Fastbook 这两个地方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 我会发一些平常在三国云的Fastbook 或是IG或是YouTube频道 不会发的东西 可能会有小惊喜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Instagram 之前其实我蛮懒得更新一些社群社交软体 我觉得在那边上面打文章很麻烦 但是我以后会强迫我自己尽量多发一些东西 多发一些内容 不管是照片文字 长的文章 短的废文都会发 然后其实我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做一万的QA 就算做一QA可能也是做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的QA吧 Maybe I don't know 到时候再看看吧 到时候我也会在余生的Instagram发问题吧 因为说实在我觉得之前的游戏内容跟历史内容 在Instagram上面真的是没有什么屁用 发那些肯定不会有人看 就是连我自己都不会想看的东西 这可能有点扯远 就算是社群经营的一些心得吧 这个之后也可以来专门开机来讲一些社群的经营小心得 然后我这边突然想到 就是大家如果有想要跟我聊的主题 你也可以主动的来找我丢给我 我很乐意来跟你讨论这些东西 或是来辩论这些东西 不管是想要讨论还是辩论 或是一起打来耻笑 我觉得都可以 总之我还蛮喜欢讨论各式各样的议题 不管是Maybe社会 那政治也许有点危险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谈 像是感情啊 科学啊 甚至AI 我觉得很多议题都可以讨论 我会蛮有兴趣的 如果你有想要讨论什么东西 想要跟我讨论 你也可以主动私讯IG给我 那也许我们时间对上 议题对上 我们可以媒合一下 我觉得比起一个人在这边讲 有两个声音 或是甚至三个声音的碰撞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啊 不只让听众听到不同的意见 更能体现到我的意见到底有多奇怪 也不要说奇怪 就是我常常会看到很多社会上 大家没有发现的东西 然后大家都习以为常 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在这边讲的话 感觉会好像是 哦对 这个事情很正常 本来就应该这样 但其实没有 通常社会上完全不都不这么觉得 社会上可能是完全往反方向去做 但是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 或是大家都当作没有这回事 那如果不好意思上节目的话 也可以去私讯IG 或是寄信给我 都行 IG跟信箱我都会放在说明栏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有任何问题想要问我的意见 问我的看法 也可以在Apple Podcast留言 又或是YouTube留言 这边的音档我也会压一份到YouTube上 回留言的优先顺序会是Apple Podcast 然后YouTube再来才是Instagram 顺序大概会是这样 好第一集我想要先从 带一点历史的东西 跟大家切入 因为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人是 本来对历史有兴趣 对游戏有兴趣 然后转过来听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喜欢历史的人 特别爱指责别人历史 又或者是说 喜欢历史的人 他们特别固执 特别爱挑别人的毛病 又或者是说 喜欢历史的人特别容易钻牛角尖 这些钻牛角尖就好比说 某些事情 它可能因为一个A的原因 而导致B的结果 它可能会说你 错 没有 怎么会是这样 应该是因为C 所以才会有B的结果 但是通常现实层面 一个因果关系 它不会是只有单一的原因 而产生单一的结果 它可能是非常发散的 它可能是有多个原因 产生多个结果 学历史的人很容易 线缩自己的思维思想 变成线性思考 这个线性思考 就会非常危险 就好比说 我随便举个例 就像赤壁之战 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 那赤壁之战 究竟是什么赢的呢 一定会有人说 啊赤壁之战 就是因为 周瑜神威盖世 然后诸葛亮神 奇妙算 赢东风 然后就赢了 嗯 所以它这间过程中 它到底少了什么东西 它少了非常多东西 所谓神威盖世 到底是怎样 才叫神威盖世 是周瑜一个人 可以杀500个人吗 还是说 诸葛亮真的可以呼风唤雨 我先不论这些事情的真假 就算这些是真的 难道打赢仗 只有这些原因吗 我知道当然 有些我们在讨论事情 我们肯定会简化一些东西嘛 我们没办法 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一次都讲完 但是很多人 尤其是喜欢历史的人 我没有说历史学家 我说喜欢历史的人 就是一般凡夫俗子们 大家喜欢历史 喜欢看历史的人 他们一个共通特色是 会把简化过的因果关系 直接放大成 对没错 所有的事情一定都是这样 赤壁之战就是靠诸葛亮 跟孙权嘴炮了一番 然后借个东风 草船借鉴 然后才赢的 当然这些全部都虚构 我只随便举个例 他们这些人会拿这些点 把结果放大回 好像事情就是这么回事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思维逻辑 因为他们会倾向把所有的事情过度简化 然后再倒果为因 好那刚刚都是讲虚构的东西嘛 所以现在大家都比较有认识说 因为是三国演义都是虚构的 它只是小说 所以真正厉害的其实应该是 黄盖 因为是他献祭诈祥嘛 然后就会否定一切 周瑜或诸葛亮的贡献 就啊还不都是靠黄盖 没有黄盖的话 哪打得赤壁之战 不是啊你打完一场仗 你要胜利 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啊 不会说是因为黄盖的诈祥 所以才造就了所有事情 不是这样吧 应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黄盖的诈祥当然很重要 可以想象一下 黄盖就是一般的基层员工 周瑜是一个中阶高阶的主管 你去跟主管Proposal 主管他要不要用这个Proposal 他能不能看出这个提案是好的 能不能执行的 能否成功 他是要去做判断的 这个判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不是说所有的主管 或是所有的人 哪怕是政治人物 总统 行政院长也好 他不会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人物 在上位者 他有一可能重要的能力是 能看出这个东西可不可行 能不能用 我的预算花下去 有没有花在点上 效益如何 这些都是在上位者当主管 当老板要去判断的东西 那诸葛亮可能就有点像是厂商的角色 有个厂商来找你合作 如果没有他的话 是不是也没有促成你们双方的合作 也许 也许 我只说也许 就算没有刘备实力 孙权可能在水军还是打得赢 可是他在后续的陆战 他在追击战 甚至打赢赤壁之战之后的 江陵攻防战 他能获胜吗 那恐怕就要打上一个问号 所以很多事情其实他都是环环相扣连在一起 他的变因非常多 像前阵子吧 应该上上礼拜吧 我出了一集叫做 未属哪国武将强 可以看到我在影片里面说了一串推论 可是这个推论 我到最后其实是留一个开放空间 我并没有去下结论 没有下结论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讨论这东西根本就没有意义 连现代的智商都只是一个数字 他不代表你真的是聪明的 你只能代表说 他在同时期测试 跟他一起测试的人 他的智商是在比较高或是比较低的水准 不代表他真的就这么聪明 或是真的就这么笨 而且这些智力的测试项目都有局限性 他不能完全测出一个人的能力范围 他只是有特定几项东西 要怎么从这些特定几项东西去判断一个人 聪不聪明 又甚至说这个人强不强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那支影片大部分下面的留言 我觉得都还算蛮理性的啦 大概都能听出我想要表达什么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不会有答案 所以我最后是留一个开放空间给大家讨论 你觉得谁强就是谁强 我觉得谁强就是谁强 因为这个东西它是超级主观的东西 你讲出来一定会有人说不对 那你说的都对 大概就是台语所说的 你讲的都对 我讲的都塞留 应该是这样吧 可能发音不太有标准 总之就是我是真的非常懒得跟这些人吵 因为越吵会越显得自己像智障 这边我想到一个可以小爆料我自己的东西 他常遇到那种智障 那种疯子 那种极端的人 我会喜欢去戳他 就把他戳爆 怎么说呢 比方说他可能会很坚持一个东西 啊这个东西一定这样 但其实他讲的totally wrong 我就很喜欢去戳爆这些人 比方说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我在频道上常会讲说 性太史名词的史词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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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说 性诸葛明亮的葛亮 然后这样这样这样 我后面就一直讲他 史词史词葛亮葛亮 我真的是不懂这些人到底是有什么障碍 或者说就是因为这些人 我更验证了 独立史的脑袋 其实常常都会很奇怪 会卡在一个莫名其妙点 他转不过来 在影片中或是我自己口说 我都有讲 性太史名词 性诸葛明亮 他们就要很坚持 喂你怎么可以说这些 然后词史词葛亮 你会不会读 有没有读读书啊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 那你要不要去做实力检查 听力检查 其实我觉得我超坏的 而且我都会直接说 罚你重看实验 当然这个罚我也不是真的生气 而是算有点半开玩笑反凤吗 只是这些人通常他会有一个特性 是他比较听不懂反凤这个东西 他们听不出来开玩笑 或是说他们不能开玩笑 尤其是在历史上这个东西 他不能开玩笑 历史就应该要非常的认真 I don't know why Why tell me 为什么历史一定要非常认真的看待 请问我想要开心看历史不行吗 我想要学一些历史很有趣的东西 透过历史有趣的事件 来学一些人生哲理不行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一板一眼的 永远都是打打杀杀谁强谁弱 究竟是脑子有多僵硬才会这样想 有些人一去点他就说 好我知道了 然后可能就自己默默的散掉留言 或是就不讲话 有的人他就会恼羞成怒 他就会像我刚讲的 他会很在意 有没有认真对待历史这件事情 他说你是讲历史的 或是说你是讲游戏的 我觉得你应该还是要怎么样 我就想说 奇怪 为什么一定要配合你 或是说为什么一定要一样 难道大家都要 东汉末年三分天下 一定要这样讲吗 我不懂 这是他们很喜欢去把自己认为的世界要求强加在别人身上 然后这种人又特别以 我先讲这不是什么歧视 是真的我的观察 而且这个观察是非常明显明确的 这种人几乎都是用简体字 我在猜 应该也不是马来西亚人 通常是大陆翻墙来的人 maybe你想要讲中国也行 我不是很在意这东西 叫中国大陆我无所谓 总之 那我就会想说 究竟是因为他们那边的人是集体主义者 必须大家都要一样 所以当看到有一个人不一样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不行 你就是要跟我们一样 你这样一样的才对啊 为什么要叫一样才对呢 为什么同样的事情没有犯法 大家要做一样事情才是正确的呢 这件事情本身就有很大的挑战空间 那当然要挑战的事情 能挑战的事情 至少要是合法的东西 不要去犯法 这件事情其实我没有什么答案 大家可以留言跟我说 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有点像是机身蛋诞生机的问题 究竟是喜欢历史的人脑袋僵硬 还是因为脑袋僵硬的人喜欢历史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意见给我 那这边还是要打一下预防针 事后预防针应该算是疫苗了吧 也不算预防针 拿来随便算抗体好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这样 还是有很多喜欢历史的人 还是非常open minded 他可以接受很多有趣的事情 也可以接受开历史人物的玩笑 就像我现在YouTube频道 大多数的观众一样 大家其实都算蛮理性的 蛮能接受新鲜事 或是看待这些东西 把它当作笑话来看 我觉得事情就是要把它当作笑话来看 你的日子才会过得开心 所有东西都taking too serious 真的是很累 老观众应该有发现 其实去年这个时间 大概是秋冬这个时候 其实我有做一些有关历史的影片 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本来就打算YouTube要转型 我要转到开始做有关历史的内容 游戏的话就有点打算要淡出 但后来我决定继续做游戏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发现我做历史之后 有很多脑子有问题的开始涌上来 我不希望我的频道变成一堆脑子有问题的人 我不希望冒犯到人 但是如果我刚讲那样子冒犯到你的话 你要想一下你是不是太认真太紧张太惊了 是不是把所有东西都想得太死板 因为在去年这个时期 如果继续做历史的话 我的频道会越来越多这种脑子非常僵化僵硬的人 我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我非常讨厌去跟那些人沟通 因为那些人是不可理喻的 他无法好好认真去跟他讲一些事情 即便你讲的是对的 即便你讲的是一个 可能你花了非常大力气去跟他解释 这个东西为什么是这样 但是他还是无法接受 然后会用非常单向线性思考的逻辑 去推论他的大道理 但that's bullshit 然后他会出非常多意见 说你的频道应该要怎样这样讲 你应该要像这样认真讲 怎么可以讲一些很轻浮的东西 或是教任何东西 指导你这个频道变成他想要的样子 当然这些意见有的好有的不好 好的意见 就有点像带到我刚讲的 好的主管 你要知道什么是好的意见 什么是不好的意见 像有些意见其实还蛮不错 我就会去修正去改 但有些很明显是来喷 或是说硬是要把你变成他想要的样子 那我只能跟这些人说 很抱歉 我不会去做这样的东西 也因为这样 我不太希望这些人去影响到 整个留言区的风气 所以到后来 我其实开始做很多游戏的影片 我目的就是要把那些历史的人刷出去 我没有踢人 我也没有去封锁人 但是我不希望这些人 再一直出现在这个频道上 至少我要把我的频道 养成大家可以接受新事物 而不是一昧的去指责别人 我觉得那是一个不好的风气 所以到好像是12月开始吧 还是1月 我就全部开始狂刷游戏影片 那游戏影片有一个好处是 通常玩游戏的人 他比较没有那么死板 小时候常会听到别人说 玩游戏的都是坏孩子啊 但是现在我觉得玩游戏的脑子是清醒的 不过不是玩那种智障所有 像是玩三国志这种策略游戏 当然是非常聪明的玩家咯 但是也未必啦 这个游戏之后或许可以再来讨论吧 其实我也有很多观察 然后这个车员也许有机会可以来找 也是玩家一起来聊聊游戏 策略游戏玩家的倾向或是特性 今天先focus on 历史人 然后透过这些比较open minded的玩家 到时候也不知道什么 就是我最近也有讲一些历史 其实在底下的留言 我觉得我发现大家都是蛮理性的 我有观察这些事情 而那种经过流量 经过演算法直接倒进来的人 反而会是很多历史斋 那这些历史斋 就是我前面刚讲的那些人 他会非常的死板 然后完全无法听进别人的意见 别人讲的全部都是狗屎 所以经过这一年下来 其实我觉得我蛮欣慰的啦 就是我觉得我做的是成功 我也觉得我是做对的事情 因为我相信我的观众 大家都是更能接受新事物 其实很多观众他的历史 我相信肯定都看得比我多好多好多 我比较像是因为玩游戏 然后算是沾一点 这边沾一点那边看一点 然后稍微看一下 就哦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然后慢慢去把它拼售起来 很多我的观众 哇他讲的真的是头头是道 有些人留言我真的觉得非常厉害 我也是就算跪着看吧 用湘米的话语来讲 我就是跪着看那些留言 天哪原来是这样子啊 然后还可以整理成这样 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我看了 我不会也是立刻完全吸收 这点像是critical thinking 你要去有独立判断思考 看到这些讯息 看下好像很厉害 那我可能还是会去查一下 哦是不是真的这样 大部分啊 我讲大部分 我去查一下 哦原来真的是这样子 哦OKOK我懂我懂 然后学新知识了 note it 那有些人他会讲一些bullshit 这个bullshit他可能是光直觉 就可以知道你根本在胡说八道 有的是经过查证之后 也是站不住脚 就觉得嗯你应该是看到哪里的农场文 才会有这种想法 大概观察下来 其实我大概都知道 谁的历史是相对可以相信他说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有自己大量的吸收 然后去判断有自己的见解 像是历史频道 其实我就会比较推英雄说书 跟说书人柳玉 那其他其实很多人推的 所谓的什么叉叉狼啊 然后什么叉叉鼠 其实他们那些讯息 都非常的片面片段 然后很多人会说 啊没有他们讲的超仔细 细操细节然后讲的非常到位 可是这些到位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超异 我很讨厌超异这个东西 尤其是在历史 或是说你是超异 你是自己想象的 你要讲出来 就哦有可能是这样 这是以下是我的判断 经由这些史料 10%的史料 我把它扩张成100% 这些以下是我的想象 这些如果你讲出来 我就觉得很合理很OK 那像阿瑞跟刘玉他们两个频道 我觉得做得非常棒 他们通常在讲的时候 会经由他们自己看了很多史料 东拼西凑 然后凑出自己的判断 然后这些判断他们都会讲说 对这是我的猜测 我的想法 有可能是这样 经由这些东西来判断 而不是像那些所谓感觉 好像讲的很有道理 然后都是放一堆历史片段的历史频道 他们有个共通特色是 很喜欢用知智片语 然后去扩大解释 那这些扩大解释 他会讲的斩钉截铁 好像他就是这样发生 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实质的证据去支撑 这些东西其实很危险 尤其是对没有独立思考 没有critical thinking的人 就会被骗 我讲的就是被骗 而且谎言要怎么让人家相信 就是加在90%里面的真实讯息 你只要加10%的谎言 别人就会觉得那10%也是对的 那那些历史频道的共同点 大概就是这样 大概几年前 我偶尔会看到喜欢的主题 可能会稍微点来看一下 但其实现在我完全不去看那些东西 因为看那些根本就是垃圾 没有意义的东西 然后他还会误导你去曲解一些事情 然后把他讲的偷偷是道 实则都是bullshit 然后讲到历史 其实我想到一个东西 算是我自己的观察吧 我们就拿三国来讲 三国有魏国蜀国 或是说你要叫他汉朝 记汉都行 反正就是魏蜀无 三国 你是支持哪一国的粉丝 你是支持哪一国的人 其实可以看出你的性格 或是你的思考逻辑 那这边会不会有人这样开始害怕了 该不会我选择的国家是有问题的吧 也不是这样 就是先打预防针 你喜欢哪一个国家都是你的自由 我只是说总体有这个倾向 绝对不等于你个体会是这样子 大家就自己一定要切记 一定要把总体跟个体切开来看 这边又稍微扯回一下 刚刚那个中国大陆人很喜欢说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 你就要跟着我一样 他们喜欢把个体跟总体混为一谈 比如说你骂中共就是骂我 那所以我要生气 我要为中共生气 我就想说奇怪莫名其妙 我是说一个群体有这个倾向 为什么你要把它带入到自己 然后自己在那边受伤 这东西其实可以有点牵扯到他们的自卑 但是那自卑我或许 这个东西肯定可以拿来当另外一个主题来讲 我就先保留 好我回过头来讲魏蜀无的喜好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演绎的关系 所以其实大约20年前的时候吧 绝大多数人还是喜欢蜀国 都是喜欢蜀国的 因为演绎就是捧蜀嘛 所以你喜欢蜀国 蜀国会卖梦想啊 谁不喜欢梦想啊 魏国这只魔王啊 大家都讨厌魔王 在翻案文和网络演绎这些媒体盛行之前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喜欢蜀国 就因为演绎嘛 就是大家很明显 可是到了之后 就会发现大家渐渐会 哦原来什么诸葛亮借东风 什么草传借鉴都是假的 然后蜀国都被神化 渐渐渐渐 大家才会觉得 哦好像不一定要喜欢蜀国 那就会开始有一些反骨的人 哦这些反骨不是贬义哦 就是勇于拒绝社会驱使 大多数人这个驱使的人 他会觉得 哎魏国人其实也很棒啊 他们做了很多很厉害的事迹 也很值得学习 跟让我喜欢的点 渐渐就会开始有人跳出蜀汉这个框架 觉得蜀汉好棒棒这个框架 开始喜欢魏国 好那吴国人是怎样呢 吴国人就是你们打你们的 I don't give a fuck的那种人 我就是这种人 我就会发现 喜欢吴国人通常更能跳脱这个框架 跳脱只有蜀跟胃对立的框架 统整一下并且再打一次预防针 现在讲的都是总体不是个体 喜欢蜀国的人 尤其是那种痴迷蜀国的人 通常是在身在框架里面的人 他们这些人比较容易被操弄 被操弄就比方说 演绎怎么讲 他就怎么信 史书怎么写 他就怎么信 就不讲演绎了 反正演绎它就是一本小说 完全不用信 我们来讲证实 证实怎么讲 你就怎么信 其实是危险的事情 历史是为朝代 当代服务的东西的产物 如果你尽信史书 所谓的证实 其实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也就是说 承受三国志 也不能完全尽信 现在应该慢慢也有更多的人 意识到这件事情 或是普遍 这算common sense吧 就知道史书 他不能完全尽信 因为所谓的史书 就是当代史 当代 当下那个笔者 他服务当时的朝廷 讲出应该讲的话 他也许有个人的意见 但绝对不会是完全个人意见 你会发现那些史书 他可能讲了一些 很细节的对话 你觉得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他怎么可能每个都知道 他是怎么写出来的 他掰哪里 你怎么知道 这些史书 其实也是收集了很多故事 这些故事 可能是从他的同事 从他某个地方拿过来的 他觉得这个史料可信 有没有发现 史料可信 不等于史料为真 就像我之前在那部影片 为数五哪国武将墙 也有讲到 现在影音这么发达 我们都可以有机会查证的东西 你都很有可能会被人家断章取义 而有完全不同的见解 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看法 那你怎么会觉得 透过一个承受的笔 透过裴送制的注释 你就可以了解三国的全貌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确实我们也只有这些史料 我也没办法 所以就姑且相信他是真的 以这个前提架构下去讨论 不过基本上就算是这样讨论 可能还是会有很多人讲一些奇怪的东西 这扯远先不管 好回到这边 回到讲框架 魏国他就会是比较 有点小反骨 他可能是反对框架的人 他就觉得 蜀国是什么东西 我魏国才是正统 魏国才不是大魔王 魏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这些人通常更能理性的去看待一些事情 比较不容易被特定人物写的东西去操弄 他可能会看更多史料的东西 才会决定 哦 原来魏国很棒 那最后吴国是我刚刚说跳脱框架嘛 我根本不管你们两国在怎么打 你们蜀国抱着一个遗潮 他就是已经灭亡的东西 还在那边说我是汉 那魏国是继承汉 所以你们两国本质上都是跟汉潮有关系啊 只有我吴国才是真正新兴的国家 全新的开始 以上就是胡乱掰一下 总之吴国更能跳出汉潮这个框架 完完全全的做自己 就好比说有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啊 你的吴国不要偷袭关羽 不要偷袭荆州 那我们就可以统一天下了 我先不讲统一天下 这个本来就逻辑上有问题 我这个可以扯超多 我就稍微提一下 以后有机会直接开集 要统一还是分裂 这次蜀国就会说 就是你吴国偷袭 所以才会不能统一 不然早就干营为国了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统一 为什么 难道统一一定是好事吗 当然当时代的人不会那样想 我现在就以现代人来讲说 统一一定是好事吗 你看欧洲它这么多分裂的小国家 可是它却是白花齐放 孕育出人类的文明 至少是最先进的文明 那中国每次讲究统一 连自己都说 分酒必合合酒必分 那为什么你要合 一个正常思考的人类 应该可以理解到 只有神经病才会做一样的事情 期待有不同的结果 再讲一次 只有神经病才会期待 做一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结果 有没有发现神经病都这样 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 为什么都没有变 那你为什么明明知道 分酒必合合酒必分 你还要合呢 这不是脑子有问题吗 就表示这个模式一定有问题 它一定哪里出错了 所以才无法长久持续下去啊 是吧 而且这些话还是历史人自己常讲 他们一定都读到 有知道 有理解 有听过的话 却无视这句话 无视这个模式 这个pattern 我真的是不懂 我当然可以理解蜀国 它是想要统一 我觉得没有错 这是你的国家目标 你的战略目标 但是吴国他的目标 是走出他自己的路啊 如果蜀国妨碍吴国 走他自己的路 那为什么吴国要支持你蜀国 去统一天下呢 那不是把他自己送上断头台吗 没有人那么智障 特别多支持蜀国的脑粉 无法理解的这件事情 他就会说 你们这些没有大局观大义的人 话说大义 我又可以扯到一个另外的东西 我现在越长越大 我会觉得大义未必是好的事情 比方说为了大义 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大义 现在疫情期间请你去死 我只要死你这群人 那其他人就可以活下了 所以为了大义 请你去死 不是这样吧 好 这个只是一个举例 但是大义的确常常会有这种事情 大义他会做出非常不合逻辑的事情 只为了他的信念 贯彻他的信念 而去做一些不可理喻的行为 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来谈 我们先回到吴国要干嘛 吴国他想要的就是做出他自己 走出他自己的路 所以他首先要确保的 一定是他的国家安全嘛 那国家安全他应该要占领哪里呢 所以为了国家安全 我应该要占领徐州吗 去往淮河北边打吗 也不对吧 因为那边本来就是一个缓冲区 那边好攻 但也不好守 你攻下的意义也不大 那还有另外一个危险在哪里呢 危险在也就是扬州的上游 那这个上游 它是对你好的国家 对你好的一股势力吗 好像也不是 因为对于吴国 蜀国是一个被信弃的国家 当初借荆州 蜀国可能答应了 入义州就还荆州 但后来也没还 再来还是用硬抢的才抢回来 而且在抢的过程中 刘备也没跟你演 打算真的用武力跟你抢 我就是要荆州 所以这种两国关系 本来就很恶劣的情况下 你怎么会认为 他是一个合理的同盟 好 就算他是同盟 在一个盟友的最高军事同帅 关于每天都瞧不起你 然后每天都动你的歪脑筋 每天都想要打你 你怎么会觉得 这个东西算被刺呢 我一直不是很能认同 被刺破坏盟约这件事情 这个说法 因为实际上两国 已经好几年 关系都很差了 随时都会开打 实际上也有真的打起来 怎么会叫被刺呢 被刺应该是 我们都和平了五年十年 然后你 我们还有和平条约什么的 我们关系麻吉麻吉的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打你 这个才叫被刺吧 是吧 那你关系这么差 你还叫被刺 你这是只是 我讲难听点就是 怪别人最快 反正就是你们坏坏 所以我们才会失败 这种不考虑自己的战略思维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反正都是别人的问题 这样他们会比较轻松 这种线性思维的人 他们特别有这种pattern 就觉得其他人的问题 不是我的错 无法更理性 更全面的看待 所有事情的根源的问题 就好比说 你问我关羽强不强 我会跟你说 看什么东西 你觉得强是什么 首先先定义强 如果你说 关羽作为一名将军 我觉得他蛮强的 因为他打仗是真的很厉害 可是你说 作为一名统帅 他强吗 我不太认同 因为你作为一个 荆州最高统帅 你要做的不只是打仗 你要做的应该是 判断这个局势 究竟你该怎么做 打价不是一切 还是要回来帮蜀国 补一下血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 姜维跟诸葛亮的 那一定会有很多人 算是 我比较归类为 是失败主义者 他们会说 都是因为你们 你们这两个人 一直被罚 所以蜀国才 国力消耗 这又是另外一个 单向思维 因为国力消耗 所以他灭亡吗 他的原因 不会只有这样吧 难道不是 魏国真的太强吗 我个人是蛮欣赏 诸葛亮和姜维他们的梦想 对 我觉得梦想真的还是吸引人 只是 在梦想的同时 你也要认清现实 现实是 对 魏国就是比较强 我们打不赢 梦想是 我们要打赢魏国 我们要努力向上 你会想说 反正现实都是 魏国比较强 我们就算打了也不会赢 我们干脆就躺平 那就要更快输吧 所以 其实我很讨厌 失败主义者 难道 弱小就完全不做事吗 不是这样吧 就因为正事弱小 所以我们才要更努力的 积极向上去找出 以小博大的方式吧 而不是 你就说 反正我都会失败 那就不要做事了 那你要不要说 反正你都会死 你现在干嘛吃饭 你干嘛呼吸 干嘛喝水 你就去死就好了 不是这样吧 还是要 想办法去活下来啊 除非你真的想死 我没办法 好 那 想太多了 那如果是魏国的话 其实我个人蛮欣赏 像张辽 曹操 这些人 他们是真的很厉害 而且是 有记载的厉害 当然我肯定不会说 他们就是最强 但他们的确 在事迹上 我觉得真的是 赢得当之无愧啦 魏国赢得当之无愧 像曹操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棒的老板 比方说 我像刚刚讲到的 身为一个老板 一个主管 你要做的事情 不是你自己是最聪明 而是你要足够聪明判断 你底下人讲的是对 还是错 或是他是好的意见 还是坏的意见 你需要能力去判断 这些事情 一个人的脑袋思维 一个人的想法 一定有局限性 不可能想到所有的事情 所以 所以要最大化吸收 所有人的意见 然后来判断 到底谁的意见 才是最可行的 这个判断能力 才是最重要 所以单就以这一点 我觉得曹操跟周瑜 这两个人 应该是三国最强 我还是用强了 这个字 应该说三国最适合 当老板的人 只是很可惜 周瑜不是老板 只是我觉得 周瑜跟曹操 他们有非常多 共同点是 他们会是一个好主管 当然那个 赞人的那不算 就是至少 在重大决策上 他都能判断说 什么才是正确的 绝大多数 就好比说 比方说周瑜 大家就说 你是军师 没有 其实我不觉得周瑜 是军师 周瑜其实是一个 名将 他会是一个名将 然后他是一个 很棒的老板 很多计策 其实都是周瑜 底下的人想的 不是周瑜 他自己想的 我不会说周瑜 有多聪明 但他肯定不笨 因为你笨蛋 你是无法判断 好的计策 跟坏计策 你可能还会 去掉用好的计策 然后反而去选择 用一些很蠢 很烂的计策 当然这些计策 好坏 更多是我们的 事后组格 但是从很多事情 累积 综合判断 你还是可以知道 周瑜跟曹操 他们真的是一个 非常棒的主管 为这种主管做事 最大好处就是 成员组员的意见 是有机会被听到 而且是会被采用 并且不会被他偷用 偷用就指说 像一定会有一些主管 他是 那个 你帮我弄一下 然后结果 把名字改一改 当作是自己做的 然后再往上交 这种就叫偷用 那很明显的周瑜跟曹操 应该不是这样 我只能说应该 我跟他们也不熟 我不知道 但是从我有限的知识量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这种人 那作为一个现代人 我觉得 我应该是要去学习 他们怎么做事情 而不是去讨论 他们到底谁比较强 或者谁一定比谁强 不管我才是对的 没有 你觉得周瑜跟曹操很烂 都是他们在剥削 他们都打败仗 哎 好 周瑜好像 总之 你说的都对 我觉得我还是要更正一下 我把刚刚 周瑜跟曹操强 还是把它稍微更正一下 变成周瑜跟曹操是我喜欢的 我欣赏的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好 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吧 之后结尾的部分 我还是会留一段 来当作QA时间嘛 对 算QA时间 有什么问题 就像前面刚刚讲的 你可以留言在 Apple Podcast YouTube 或是IG私讯也行 但是就是有一个优先顺序嘛 肯定是Apple Podcast 跟YouTube会比较优先 那你有什么问题 就尽管来问来讨论 任何 Anything都可以 任何 今天这集应该是礼拜六上吧 就是我现在当天录当天上 但是之后我应该会放在礼拜一上 我目前计划是固定礼拜一 至少上一集 那中间会不会另外再加 就再看情况 Maybe是礼拜四 额外再加一集 一周一到两集啦 到时候再看情况吧 原则上是礼拜一固定上加一集 也就是说 现在是礼拜六 两天后我又会再上一集 我绝对不可以偷懒到了九天后才上 所以大家后天见 礼拜一见 想要留言什么 赶快留 下礼拜一就可以新鲜的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Bye